俄罗斯局勢上周末急劇变化引发全球关注 市场忧虑俄罗斯作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大石油生产国 其国内政局不稳或影响全球石油供应 幸好纽约油价短暂升穿70美元之后回落 没有引发市场对能源价格再次急升而带来的通胀担忧 此外,作为由企据投资一的沙特亚美行政总裁Min H Nosser表示,随着全球经济开始慢慢复苏 主要进口国中国及印度的需求保持强劲 全球石油行业的供需方面可望继续收窄 内地石油据投资一的中国石油 00857 与卡塔尔能源公司于本周二签署了一项为期27年的长期协议 中国每年将从海湾国家购买400万吨液化天然气 今次是卡塔尔不到一年时间内与中石油达成的第二不大型天然气供应协议 据悉,中石油还将深谷卡塔尔Northfield液化天然气的东部矿建计划 预计项目涉资至少300亿美元 当中包括建设液化出口设施 年初至今 内地三大石油巨头 均跑赢市场指数和油价走势 主要是其首季业绩胜于预期 股息收益率较高以及巨级引力的估值 由于内地天然气定价改革持续 天然气价值将会被继续释放 用来抵消长期油价下跌或横行所带来的影响 同时尤其可以将从作为天然气行业的公共服务提供商转变成为价格制定者 以从天然气供应链中获取更多利润 随着中印之间的持续合作关系 以及中石油与卡塔尔能源公司签订的长期天然气项目来看 天然气价值将会持续反映在中石油身上 中石油股价由上年11月初的2.7元起步至今 股价都企稳于主要中长移动平均线之上 预料中石油于中长线能继续挑战高位 有机会升至9元左右水平 2011年至2015年的高位 股价调整至50天线5.2元可以买入 跌穿100天线4.66元止舍